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沿X軸跟Y軸方向,放有長直導線 然後兩導線上的電流大小是相等的 且隨時間增加,就越來越大 兩個始終是一樣的,就是說電流始終一樣的 四個相同的圓形線圈,這裡有四個 分別放在四個向線,且與X軸Y軸的距離相同 對稱於這個 則線圈內的感應電流方向,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好,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甲乙丙丁 裡面的那個硬電流是哪個方向 首先,我們看甲的 甲的話,這個電流往這邊增加 那現在的話,電流往這邊的話,它齒通量的話 齒長是往外 因為它越來越大 因為它越來越大 齒長往外 不過的話,因為這個甲的話 它是對稱你什麼呢? 對稱你這個軸 對稱你這個軸 就X等於Y這個軸 那就是說,這個電流在這裡齁 這你的磁場的話,是往外的話 就這樣射出來的話 它對稱你這個軸的地方齁 它這個電流往這邊嘛 所以磁場往內 這個時候就往內了 那麼現在算那個磁通量的話 就這裡的磁力線 跟這裡磁力線就抵消了 也就是說 這個圓形的這個線圈 包括的這個磁力線數等於0 這個是磁通量等於0 磁通量等於0 那磁通量等於0的話 橫等於0 所以它沒有磁通量變化 所以這感應電流等於0 這叫I甲 這硬電流等於0 同樣道理 這個也是一樣 這裡的話 在這裡的磁場的話 這個是進去的 這一根電流在這裡 建立磁場是出來的 這裡有個進去 這裡有個出來 所以這個磁通量也是等於0 磁通量等於0的話 所以磁通量沒有變化 所以這是丙 這個是 硬電流 感應電流 等於0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它電流這樣流過去 所以它磁場是進去的 磁場是進去的 這裡的話 電流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磁通量 磁場也是進去的 所以它磁通量是往那邊增加 因為它電流越來越大 好 那你磁通量往這邊增加的話 那磁 升電的話用左手 我們叫 左手不會在你墊子 我磁通量往那邊增加的話 它那個感應電流是這個方向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個方向 那這樣鑽的話 是什麼好像呢 這樣鑽的話 是那個 逆時針 逆時針 這樣鑽是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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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Y電流的話 是出來的 是出來的 那X電流的話呢 也是出來的 所以兩個都是出來的 然後越來越大 所以它那個磁通量變化往這裡 磁通量變化往這裡 所以感應電流 感應電動是這樣繞 感應電動是這樣繞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樣繞的 這是感應電流 這是順時針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選項 我們看看這個A選項 它說甲線圈的感應電流 為順時針 錯啦 甲線圈沒有感應電流 再來我們看B選項 乙線圈的這個感應電流 是順時針 這個就對了啦 這是順時針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C 丙線圈 丙線圈的這個感應電流 是順時針 這錯啦 這感應電流等於0 再來我們看D D線圈 這個感應電流為順時針 這順時針是對的 順時針對的 爬1 甲線圈沒有感應電流 這對啦 因為磁通量很等於0 所以磁通量沒有變化 所以這個感應電流等於0 這對的 所以這裡應該選V D、D跟E R C C